营业秘密法的真定的行则 这个部分呢是把 把台湾的营业秘密 窃取到海外 使用的时候呢 针对这样的行为呢做了一个行则的规定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于台湾来讲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技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台湾的技术 台湾的人才能够偷渡到 海外去然后把台湾 多年的研发的成果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非法的管道 能够窃为己有 然后作为国际竞争上面的时候 一个利器的时候然后回来打台湾的话 那这样的行为呢是 非常的不予容许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提出来营业秘密法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 营业秘密它是一个比较抽象 比较高度专业的一个技术 如果要去证明 取证的时候呢事实上 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困难度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现行的法令规定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有证人保护法 的适用可是呢 这个证人保护法里面对于 营业秘密它并没有规范 那营业秘密没有规范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营业秘密并没有行责 是在102年修法的时候 才把行责的规定纳入 所以我们希望呢在 证人保护法里面呢能够把营业秘密法 这个条文也纳入 证人保护法里面的适用 透过证人保护法 我们可以让检察官 他在搜证的时候呢 他可以比较容易 那为什么会比较容易的原因呢 因为我刚才前面一再强调 我们最不能够容忍的 就是国人或者是外国人 把台湾的营业秘密 窃取到海外使用 尤其它的证据呢 很可能是在海外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助 鼓励证人出面 让这些出面 作证的这些证人呢 他可以得到我们证人保护法里面 所给予的这些的保护的事项 所以今天的证人保护法的修正呢 虽然它很简单 可是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我们特别拜托我们的行政团队 以及我们立院的同仁 都能够全力支持以上 谢谢 好接着下来 我们请吴一生委员做提案 说明 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次长在场各位列席的政府首长 我想我延续李贵明委员的 这整个思维跟逻辑 就是我今天提 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这个规定 其实我们都知道证人行事免责制度